目前欢庆铁路节以及台铁成立136周年 在台北车站大厅举办了2023第八届的铁路便当节 百百款的特色便当旗聚 而其中花莲铁道文化园区首度代表花莲文化局摆摊 准备了限量在地的花莲味爆米花蜜香红茶 以及限量特制的专属明信片 写完再帮民众带回花莲免费寄出 也期盼可以邀请更多民众前来花莲走走 日前欢庆铁路节以及台铁成立136周年 除了花莲火车站在战前惊奇广场带来表演 也在车站自由通廊及后车区展出花东铁道风情展至月底 而为期四天的2023第八届铁路便当节 同步在台北车站大厅热闹登场 其中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代表花莲县文化局首度前往摆摊 要给外县市民众认识花莲的机会 那这一次呢今年在6月9号到6月12 花莲铁道电影院很荣幸可以代表文化局 去台北车站参与第八届的铁路便当节 那主要上去就是跟现场的民众呢 宣传有花莲铁道文化园区 那鼓励他们可以来到花莲玩的时候 可以来园区走一走 那我们现场其实有卖了一些文创商品 那也包括很特别的就是有电影院的爆米花 徽章还有冷泡茶等等之类的 那当中最特别的就是我们有出明信片 让现场的民众可以写完明信片之后呢 我们会带到花莲 然后再把这个明信片从花莲寄送给他们 所以现场很多民众就很高兴说 我可以收到来自花莲的明信片 那他就很踊跃的在现场参与 活动集结42家国内外业者 花莲铁道文化园区首次硬邀摆摊 带来限量铁路饗宴爆米花 花莲好市集的重苦蜜红冷泡茶 以及限量铁道文创商品 尤其准备限量特质专属明信片 让民众现场写完再帮忙从花莲免费寄回 且盼透过铁路便当节 串联土地、石油体验及铁道文化 让更多民众认识花莲和花莲铁道文化园区 记者讲帮演花莲师报导 积名为失勢 舖 Immer